冬季的北海道东部放眼望去 竟是一片银白的流冰壮观美景 没想到当中却出现不寻常的景象 地点是距离罗旧亭海岸 大约一公里处的地方 二十头左右的大小湖巾 疑似受困在流冰巡 挤在一块 不断喷气却游不出来 流氓的隙間里 在流氓的隙間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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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流氓上 culture 好像여欣巡投放魔鬼 就和系那个空研 你也像是一种比较好的 我得知有火晶一路 拼命想办法 希望解救他们脱困 不过船只无法靠近流冰的海域 根本束手无策等到了隔天 流冰块之间的空隙变大 当地区公所人员观察 结果发现受困的虎金群已经不见踪影 专家表示被称为海上霸主的虎金兽困流冰 其实是很难自行逃生的 专家说类似的情况真的很少见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受到暖化影响 这几年流冰大减 让虎金一个不小心就钻进了流冰海域出来 最近流氧也减少 这种机会遭遇的虎金兽困在这种机会 可能有可能增加的虎金兽困在这种机会 虎金兽困在这种机会 社会性非常强烈的生物 所以只能把孩子放进去 并非无法靠近 迷路虎金寻找流冰的缝隙逃生 阳光照来的光线也可能是指引他们顺利离开的主因 最初被关注了的 早上是很幸运的 如果这个是晚上的话 我可能不想找到这种机会 天气也有很好的事 媒体报道流冰群出现 也不过就是短短几天的时间 难怪连虎金都措手不及 之前还有货归船 跟多达八艘的渔船 遭到流冰阻挡 最后出动破冰船解围 更离谱的是 王走势曾经发生大学生为了拍照 站上好岸流冰漂流海上 惊动当地警销还有海上保安队 为此相关单位也呼吁流冰是珍贵的观光资源 保持距离欣赏才是上上策 TVBS新闻徐启邦综合报道